不怕告訴大家 其實我家裡兩代人都做過水果生意 從小到大都見過很多稀奇的水果 但是來到台灣這裡 我很多水果連名字都叫不出 有一些又和我之前見過的樣子不同 不知道大家認不認識這些水果呢 這是什麼來的 你知道嗎 不清楚 我不知道 這是葡萄吧 不是 這不是葡萄 這黑色的 這些這麼罕見的蔬果 就算在批發市場也很難找到 其實我是來到這個桃園假日花市才看到的 這裡每逢假日和星期六日才會開 除了買花和盆栽之外 還有很多蔬果 在這裡就可以用一些很便宜的價錢 買到產地直送的美麗水果 哇 這個是樹葡萄 好 它是一座生在樹幹上的葡萄 我是看到有人賣 當成是水果這樣吃 所以我才知道這個東西的存在 我在香港是真的沒見過 其實它的葡萄 說就是葡萄 其實它不是提子 它是生在樹幹上的 叫做家寶果的一種水果 台灣人買的時候 可以是整棵買回家 在陽台那裡種 據說我上次看到叔叔買 他說是有撞陽效果 我問他是怎樣 他說是天然威以降 天然的威兒幹 你真的有這個效果嗎 我覺得好像心理作用 心理作用 對呀 對 就是民間全說這樣 對呀 因為你像台灣現在 它有一些就是給你泡一泡 它就會熱門一陣子 我覺得你每一個人的體質不一樣 你不能說什麼有用什麼沒有用 很開心呀 原來剛才樹幹掉了葡萄出來 掉了在籃子裡 然後阿姐很好人呀 她撿了一些給我 我問她可不可以拿來拍照 然後直接給我 我就可以名正言順地點它 它好像彈彈波 這個手感是我沒摸過的手感 如果你不跟我說 它是真的一粒植物 我會以為是一個塑膠 剛才老闆有說過 樹葡萄這個品種 其實不是台灣原生的 它是引入 但是台灣經過很多年來的改良 它已經引申了很多品種 而且都是有台灣本土的 價接技術做過的 最貴和最少人種到大棵 就是白色這個品種 作為一個專業的記者 我當然是隨身攜帶一把水果刀 哈哈哈哈 水果咪咪咪 來 今天就要試試這粒樹葡萄是什麼料子 我會被人拉的 真的有提子的樣子 走走走走走走 很搞笑呀 它的皮是有點厚的 擠出來有點像提子 咦? 泥芝? 它的核是比想像中大粒的 裡面會有一點植物的纖維 我預期它是甜的 誰知它是酸酸的 但是我那種還沒挺有趣的 真的是一輩子都沒試過的味道 有這個女生是可以 對 因為它花青素很高 它這個皮的花青素非常高 我很多客人買 我吃過這個感覺好像比較亮一點 我才知道說 因為它花青素太高了 你可以叫它 我所謂的感覺是眼睛 不是那個啦 不是蝦麵 台灣有人專門做酒啊 很貴啊 專門做酒 它去泡酒做酒來賣 可是它是拿一些小顆的 很小的 當然你賣去香港就發財了 對對 我發財就不用買Bitcoin 我買熱樹葡萄做酒就OK啊 你就發財了 你就變郭台銘第二 真的嗎 我有機會變郭台銘 香港沒有人這個 沒有人去賣這個 你如果很特殊的去賣的話 你可能發財 我叔叔說吃10顆 眼睛就會亮 我試力一向都比較差 我試試吃10顆 看得多遠 它很甜啊 跟剛才未熟的也不一樣 我現在挑試吃第10顆 看看眼睛是不是真的會亮了 沒有啊 我依然都是一個肥眼 阿叔說樹葡萄 還可以釀一些很貴的酒 是一條菜路來的 讓我尋找還有沒有其他潛力果 這個是我沒見過的山果 這是什麼來的 這是仙桃 這個有切開吃嗎 對呀 像烤地瓜一樣 讓我開吃就好了 它招呼我去吃仙桃 是不是仙桃 它有味道 用一點點力 它就會撕開了 這個東西超越了我的想像 我想像不到這個水果 原來是可以的 其實挺好吃的 但有一點點像阿叔身上的酸味 我不知道怎麼說 像在巴士會聞到阿叔的酸味 但酸得來 味道又有一點點甜味 心情很複雜啊 一個人的意見可能不夠客觀 讓我尋找台灣人試吃 看看他們什麼反應 吃什麼 不好吃 我吃了一次之後 不會再嘗試的味道 如果黏著鼻子吃 讓我試一下會不會好一點 我現在就是口氣這樣吃 不口氣好吃 其實它是人間的味道 但我再休息一下 那種酸酸的味道 它會弓上來 仙桃原生在秘魯 1920年代開始在台灣種植 它是一種超級食物 善食纖維是蘋果的五倍 還含有豐富的礦物質 和胡蘿蔔素 不過味道真的有點怪 我還是要試試其他水果算 這就是香港很少見到的琵琶 這就是香港很少見到的琵琶 這個是我認識的朋友 在台中的阿龍哥那裡 專門在台中新社開車過來的 說起琵琶 香港人一定會聯想到 用琵琶醃製成的川貝琵糕 但就很少吃到真正的琵琶果 因為琵琶對土壤和環境很挑剔的 一般月仍在海拔五百米的山上 而且容易壓傷 很難外銷 產期仍一連不一次 就算是台灣人都不容易吃到 其實這個琵琶我買回來 我都不知道怎樣吃 因為我從小到大都是亂撕來吃的 但好像不是一個定的那裡撕 讓我問一下 這個當主阿龍哥 是怎樣撕琵琶 以及怎樣撕琵琶 才是選到漂亮的 一般正常人在剝琵琶的時候 都是從這個地方 這從後面 是從後面 我們琵琶這個是梗的地方 那另外這邊就是屁股 就從這個地方剝 那剝的方法其實很簡單 只要稍微 對指甲戳下去之後 然後直接這樣子 這樣就這樣就這樣剝 是這樣的剝法 很多的琵琶 你剝到一半就會斷掉了 那就表示那個琵琶可能水分不夠 可能果肉比較硬 那就會造成 剝到一半它果皮就斷掉了 像這樣一整顆就剝好了 來 這一顆嘗嘗看 謝謝 這一顆嘗嘗看 謝謝 其實這隻水果的味道 不是說真的那麼突出的 它是有淡淡的甜味 而且我都聽到吃這顆 是比較飽滿的 所以它沒有我以前吃的那種辣 我覺得這個跟大陸的有一點不一樣 因為我在香港吃的應該是大陸的 台灣的琵琶就是有一種特別的方位 我們沒辦法形容的 這個香氣你在其他水果找不到 米港是特別的琵琶 就算是普通的蕃茄仔 台灣人都會種出不同的香味 這個是我媽在美濃種的 我可以試一下嗎 可以啊 歡迎試吃 我試這個醜一點 沒問題 咬下去很多汁 它一咬下去 其實它會爆出汁 我覺得它的味道是沒有紅色的蕃茄 那麼像蕃茄 它比較像水果 黃色的話簡單來說 它其實就是耐操 因為它就是在太陽底下長大的 那紅色的話其實有點像小Baby一樣 它是溫室的蕃茄 這個是新鮮現彩的 所以說放多是放久是沒問題 而且重點是蕃茄是後手 後手就是你踩下來 如果沒這麼甜 你再放會更甜 越放越甜 對 但也不要放到壞掉 總結一下 我覺得這個橙蜜香的蕃茄仔 它是很好吃的 平日吃蕃茄 我就有點怕它腥腥的 這個是好像水果 沒有這個問題 由台灣都還有很多水果 值得大家留意的 希望大家會喜歡 試一下新的東西 香港方面 我們問過幾個果欄的欄箱 樹葡萄 鮮土 產蜜香 由於香港沒有市場 所以就沒有進口 至於香港暫時有買的 就是台灣的山豬皮扒 一盒大概有20粒左右 現在是當做的時候 但就經常斷貨 想吃的話 就要去到果欄尋寶了 記得訂閱果址這 記得訂閱果刀呀 還要點整個小鐘 還按下小鐘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